詞曲 李宗盛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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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各位同學 我們今天是第二次上課 你先把上一次上的大概簡單的複習一下 宗教是什麼 是信仰的體現 你聽到宗教跟信仰這兩個詞的時候 你會覺得信仰好像跟自己比較有直接的關係 宗教你一聽就覺得它是一個有形可見的 像宗教的建築 宗教的音樂 還有宗教的人士 他們特定的服裝跟他們的作為 你覺得說這個宗教很具體 的確 宗教是人的發明 就是說我人因為有信仰 所以我發明了各種宗教相關的產物 把我的信仰在裡面表現出來 所以說宗教是信仰的體現 信仰才是核心 才是關鍵 宗教一定是因為它是具體實現在一個歷史的階段 一個社會的內涵裡面 所以說宗教一定是有時空限制 在某一個時代有特定的文化表現 這是不能避免的 所以就這個意義來看的時候 宗教是多采多姿 五花八門 跟人的社會一樣 有各種人性的特色表現在裡面 但是講到信仰的話 就變成比較純粹的東西 但是就算如此的話呢 我們還是可以分辨 一個人活在世界上 他一般來說可能有三種信仰 第一種是人生的信仰 就是一般人覺得說我人生應該如何 譬如孫中山先生說 人生以服務為目的 這就是很好的人生信仰嘛 一個人他可能不信任何所謂的宗教 但他相信人生應該以服務為目的 譬如說你看到新聞 昨天有幾個女孩子在街上 看到一個老人家需要幫忙 他們就去幫忙 記者問他說你們為什麼幫忙 不認識了老人家呢 一個同學說了 他說我當時如果沒有幫忙 一輩子心裡都會不安 代表這個年輕的學生 非常的單純 非常的可愛 他認為人生就是應該去幫助 需要幫助的人 這是一種人生的信仰 他那麼年輕的時候呢 還是中學生他這樣做 二十年之後三十年之後 他還會這麼做嗎 很難說 也許他不做了 因為這樣做下去的話太辛苦了 畢竟你長期的做 而沒有得到的一種回應的話 你不見得撐得下去 所以人生的信仰呢 比較述注於個人的一種理想 我對人生有一種憧憬 所以我認為呢 我應該去實踐 我對人生的某種信仰 但是呢 它比較會受到影響 而產生改變 第二種信仰是什麼呢 政治上的信仰 各位知道政治是 治理眾人之事嘛 那麼你在人的社會裡面 發現這個社會 很多地方不公不義 怎麼辦 你就有一種願望 希望改善社會 進入自己的力量 所以這種政治信仰 基本上開始的時候 都是很純潔的 我有種政治的理想 但是它具體實現之後 只有一個目的 要得到政權 得到政權之後呢 很少能夠不會被腐化的 所以自古以來 在政治界努力的人啊 開始都很好 像柏拉圖 古希臘時代的柏拉圖 他說他年輕的時候 也覺得人生就是要從政 否則個人生命跟群體脫節 那我個人生命怎麼落實呢 與其讓別人來影響我 不如我是一個好人 我來給別人正面的積極的幫助 所以開始從事政治的時候呢 都是有理想的 但是柏拉圖接著說 我後來發現 從事政治一定要怎麼樣呢 城邦結派 就是要為黨派 你靠你一個人不可能罵 那你一旦城邦結派之後呢 就開始黨同發議 只要跟你同一個黨的人 做得不管對錯 你都要支持 跟你處在相對立場的人呢 你都要批判 所以柏拉圖最後發現不可能 在政治的領域裡面 要做一個有人格 高尚的人 他說不太可能 所以柏拉圖後面就不再從事政治活動 轉而變成一位哲學家 哲學家就是他有一個理想 他跟現實有一點距離 他可以保持這種理想的純潔性 所以政治的信仰呢 最後的目的都是要得到政權 否則這個政治理想不能實現嘛 那得到政權之後大部分就被腐化了 變成一個非常可惜的結果 第三種信仰就是宗教信仰 相對於前面的兩種 宗教信仰顯然是最純粹的 為什麼 因為信仰是什麼 人與超越界之間的關係 像我剛剛提到人生的信仰 我還沒有達到那個目標 因為我有信仰 所以我努力替別人服務啊 像政治的信仰 我還沒有達到那個理想國 但是我有這個信仰 我跟那個超越的理想有關啊 這個都是不夠純粹 只有宗教信仰最純粹 為什麼 因為宗教信仰它樹諸於人的身心靈 靈的層次 那好了 宗教信仰是什麼 信仰是人與超越界之間的關係 上次我們也特別花時間說明了 什麼叫超越界 為什麼需要有這個名詞呢 所以我們簡單看到 超越界的這個英文字啊 transcendence 這個反正講義上也有 內在界或內存界 叫做imminence 我盡量不要用一些外文 但是你提到西方的東西啊 這在西方的著作裡面經常出現的 這個詞你要很熟悉 你說這個transcendence是超越的 好像離我們很遠 不然西方很多人 他用什麼方式來講transcendence呢 他用另外一個字 叫做the real R-E-A-L real 外文有一個好處 你把一個字變成大寫 大家都會嚇一跳 知道說這不是普通的字 中文比較麻煩 中文你不能夠說我這個用出體字 讓你看得嚇一跳 你寫一個真實 它還是真實嘛 但是外文寫一個real 大寫的就知道說不是一般的真實 所以這個真實才是真正的真實 因為一般的真實是相對的 充滿變化的 像你看這個世界 所謂的內存界 就是充滿變化 它本身不能解釋自己的來源 也不能解釋自己的存在 所以超越界就是真正的真實 或稱作究竟真實 所以你說為什麼人需要信仰 是因為如果你沒有對超越界 有某種理解或是體會 你會覺得這個封閉的自然界 一個圓形畫完畢了 有開始有結束 一百年前沒有我們 一百年後也沒有我們 一百年在宇宙裡面算什麼 所以我們的生命就用一個字來說 叫做夢 浮生若夢 這個是中國西方都一樣 都用這個來描寫人生 並且很會得到大家的認同 那請問如果人生是做夢的話 人生哪裡有意義呢 再說一遍 什麼叫意義 意義就是理解的可能性 如果人生像做夢一樣 一切都是進花水月 到最後一片虛無 那麼人生怎麼可能被你理解呢 不能被你理解就代表沒有意義 所以人生就變成沒有意義的 但是作為一個人呢 他的生命就是要追求意義 因為他有思考的能力 誰叫人類有理性呢 所以有理性的人他的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在西方2600多年的哲學史上 一個問題一直存在 到今天還存在 一句話來說就是 為什麼是有而不是無呢 聽起來很簡單的一句話 你需要去思考 為什麼是有而不是無呢 因為這個世界如果是虛無 因為這個世界如果是虛無 比較合理 一百年前沒有我們 一百年後沒有我們 所以我們的存在等於不存在 這個比較合理 就不需要解釋 根本就沒那回事 但是我們是不存在的 居然存在 為什麼是有而不是無呢 所以在古希臘就是說 哲學起源於驚訝 Wonder覺得很驚訝 為什麼這些人還存在呢 這朵花明明是每天在變 為什麼還叫花呢 一百年前這個東西叫花 一百年後也叫花 到底什麼是不變的呢 從這邊開始就要探討了 你說我剛剛講用花做比喻 還比較容易 它只是一個人類所定的名稱嘛 所以從這邊你可以跳到什麼地方 我們先說一句 老子說第一章裡面 道可道非常道 接著就要說 明可明非常明 為什麼 因為是人在思考 當你說那個道無法用言語描述 接著就立刻要問 對人來說不能夠有名稱的 就是不存在 你只要任何東西的存在 首先給它定名字 如果沒有名字 對人來說不可被理解 等於不存在 所以為什麼是有而不是無呢 這問題等於就是問 這個宇宙萬物充滿變化 它的根源應該是the real 真正的真實 它才是永遠存在的 如果你的生命 跟它沒有建立關係的話 你這個生命不能被理解 好 那麼這個如果作為信仰的界定 人與超越界之間的關係 注意關係這兩個字 有這個關係之後呢 生命就會因為有超越界 而不斷地超越嘛 所以你看到 只要說是宗教的領域呢 它如果缺乏超越性 就變成很荒謬 你去教堂或者去廟裡面去求 求個人的生命某種利益 希望生官發財 希望有感情的歸宿 希望生孩子這些 這不但沒有超越 反而更落實了 為什麼 因為人還是沒有了解 什麼叫真正的信仰 它把信仰當作 自己願望的一個達成的方法 這不是信仰的真諦 信仰的真諦是超越 你要在世界上再不屬於這個世界 所有的一切來了走了 該怎麼來 怎麼來 怎麼走 怎麼走 所以你界定這個是信仰的內涵的話 那麼宗教到底有什麼標準呢 我們在社會上常常看到有一群人 他們的行為很特別 你問他我們是什麼宗教的 原來是某一派新興宗教 這個很多 那為什麼會有新興宗教呢 因為有某一個人得到某種啟示 或者他自己認為自己得到某種啟示 號召之後有別人居然相信了 相信了之後就成為一群人 我記得我在1986年到美國開會 參加一個世界宗教大會 分組討論的時候 每一組裡面只有二十幾個人 我那時候才三十六歲 遇到一位同組的女士四十歲 討論的時候他就說我是一個教主 我一天嚇一跳 四十歲的女士 當然我現在覺得四十歲很年輕的 當時覺得年紀比我大 這位稍微年長幾歲的女士 怎麼變成教主呢 我就問他你怎麼變成教主呢 他怎麼說 他因為他在美國德州 他去念大學 他住在鄉下 全鄉裡面念大學的沒有幾個 他念大學的時候呢 修過一些課 包括《易經》 包括《老子道德經》 他畢業之後回到鄉下 鄉下人一到禮拜天 他沒有牧師啊沒有教堂啊 就跑來找他 所以你受過大學教育給我們講講道理吧 做人處事的道理 他只好講了 一到禮拜天 他就開始講 周上放三本書 《聖經》《易經》《道德經》 就開始講一句那個 鄉下人天人很開心 就開始出錢 你信仰宗教就要出十分之一的錢 我賺的錢十分之一 來了一百個人 哇 那你還做什麼事 發財了 馬上蓋個教堂變成教主 他把自己當作 基督教新教裡面的一個派 基督教的新教 在美國登記有案的就超過兩千派 都這樣慢慢形成 你在經濟上可以獨立的話 我又不靠別人啊 我靠信徒捐獻 就可以維持自己的存在 我蓋個教堂 有什麼不可以 你憑什麼說我對說我錯 大家都是自由集合 禮拜天放假聚在一起 從事這種非賺錢的工作 非世俗的工作 也沒什麼不好啊 《易經》跟《道德經》 你反正也不能理解 就做一些創造性的誤解 那也沒關係啊 反正我講的裡面喜歡聽 聽了也好像是種非種 感覺到人生得到某種啟發 人的心靈需要定期的清洗 禮拜天就清洗一下 也覺得禮拜一工作更有勁 這也是一個效果 這是我親自看到的例子 我們今天就要問呢 到底什麼是宗教 宗教有沒有什麼條件呢 有的 宗教的條件有五個 所以你經過我們探討之後 就可以判斷 譬如說有人問儒家是不是宗教 這對我們中國人來說 是一定要問的問題啊 不能迴避的 譬如我現在說 宗教的條件第一個要有教義 說到教義這個字 你看這個字怎麼寫 教義叫做Dogma 這個字啊 各位學過英文就知道 後面加上TIC 叫做Dogmatic 在哲學上常用這個詞啊 叫做獨斷 但你不要忘記喔 前面這幾個字母加起來 Dogma就是教義 代表教義是不跟你商量的 任何宗教都有教義 什麼叫教義 教義就是直接宣布真理 叫做教義 為什麼需要直接宣布 因為它不能證明 像任何宗教都有教義 它一定要回答幾個問題 譬如宇宙怎麼來的 世界怎麼來的 譬如人活在世界上是為了什麼 然後人死之後去哪裡 善惡的報應 有什麼樣具體的安排 所有宗教都要回答這種問題啊 這種問題正好是理性不能回答的 沒有一所大學的教室 可以回答你這幾個問題 譬如我們現在在大學裡面 我跟你說 我們今天探討宇宙怎麼來的 我頂多用科學家的一些什麼 我們說食人魚拓吧 他們說到不想說的 要麼就大爆炸大霹靂 要麼就黑洞說 我還能說什麼 但你問科學家說 大爆炸跟黑洞說 真的能解釋宇宙從無到有的過程嗎 他們也不知道 他們也是有不同的派別 不同的說法 因為你沒有人可以回到那開始的時候 宇宙這麼大 你想都不要想 我們只是看很多科幻電影 有些基本的想法 以為那個就可以解釋 事實上根本不能解釋 所以關於宇宙怎麼來的 是宗教的特權 你不信宗教的話 你永遠只能說科學家這樣說 那這個說法是不是最根本的 科學家自己也不知道 好 再問人生有什麼意義 你說人生有什麼意義的時候 你不要想到你自己 你要想到很多特別的個案 比如說小孩子出生 嬰兒夭折 那你現在問你 這個嬰兒有什麼意義呢 他出生才幾天幾個月 甚至兩三歲夭折了 對他來說 他為什麼要出生 怎麼回答呢 好 再看災難 你碰到戰爭的時候 那個人命很慘的 中國古代一旦打仗的時候 就用一句話描寫 就是在中原地帶 千里無人煙 中國地方大 千里沒有人煙啊 為什麼 戰爭過後必有荒年 死了幾十萬幾百萬 根本不是問題 人是個別的人生命 意義何在呢 像一顆原子彈下來 十萬人一下就走了 那這十萬人的生命 都有一樣價值嗎 你說這十萬人都有什麼 夜沒有清乾淨 所以收到夜報 這個你不忍心說嗎 好 再看 人死之後去哪裡 人死之後去哪裡 這個誰能回答呢 宗教 宗教專門去回答 人類想知道 而又無法知道的答案 這叫做真理 所以這個真理是不跟你討論的 你信就接受 你不信就在門外 沒有中間這個考慮的餘地 所以你信任何宗教 他都有一套說法 比如說有關世界的來源 你信的如果是三大一神教 同學們慢慢熟悉了 所謂的三大一神教 就是指猶太教 照順序猶太教 然後呢 基督宗教 還有伊斯蘭教 就是三大一神教 來源都是猶太教 那三大一神教裡面的基督宗教 包括一教三系 三個系統 按照時間 天主教 東正教 還有什麼 新教 所以在這個系統裡面 都相信神創造世界 那你可以問啊 神是什麼 將來我們還會再進一步說明 神是什麼 神當然是圓滿的啊 那請問圓滿的神為什麼要創造世界呢 創造世界之後呢 反而讓自己惹來很多麻煩 因為創造世界有的人類 人類有好有壞 神還要特別去造個地獄 裝了一些壞人 這個神本來是清淨圓滿的神 他為什麼給自己惹這麼多麻煩 顯然他缺乏智慧 要不然你怎麼解釋呢 你怎麼解釋神為什麼創造世界 好 另外怎麼解釋呢 因為神是愛 愛很豐滿 那你就直接給人類幸福就好了 為什麼給人類自由 讓他自己接受考驗 然後到時候你有這麼多的愛心 為什麼天堂地獄的人大概各佔一半 可能地獄的人更多 人類本來不存在 你讓他存在 存在了之後再給他下地獄 跟他說你永遠受罰 這個神叫做愛嗎 這個很難想像 看到沒有 所以所有的教義呢 都是違背你的理性思維的 所有教義 佛教一樣啊 佛教怎麼談宇宙的來源 他不跟你談 他跟你說四個字 緣起信空 緣起信空什麼意思 你說這邊出現一棟房子 這是圓嘛 圓合成的他就出現了 一個人也是一樣 各種因緣合成的他就出現了 因是直接的因 緣是幫助的因 都是因 因是直接的 緣是間接的 叫做因緣 所以緣起信空 就是任何東西的存在 都是緣成熟了 就合成了 他出現了 任何東西的信都是空的 人有沒有自己的本性 沒有 你一說有我就執著了 那請問佛教說緣起信空的話 那你可以再問啊 那這個緣最早的緣怎麼來的 這是很合理的問題 但是你信佛教你不能問了 你問的話你就不需要信了 所以所有宗教都要探討宇宙怎麼來的 然後呢 人活在世界上有什麼意義 人死了之後去哪裡 人死了之後去哪裡 一般有兩個標準答案 第一個人死了之後呢 接受審判 這是一神教他們的立場 接受審判 為你這一生所做的事 善惡的報應負責任 第二個答案是什麼呢 人死了之後輪回 輪回的時候就把你這一生做得好壞 加加減減 然後下一世又出現了 其實你這一世 就是從上一世輪回過來的 那你可以問啊 輪回跟審判哪一個比較合理 其實兩個各有它的問題 講審判的話好像很公平啊 你這一生做事你自己負責 但是人在出生的時候就不公平啊 有人出生很聰明 有人出生比較笨 後面一路發展你說公平嗎 你可以跟神說 如果我跟張上一樣聰明 我一定比他表現更好 那不可能所有人從來一次啊 輪回相對來說比較公平 你這一輩子不好好做 所以下一輩子比較笨 但是問題是 我怎麼知道上一輩子我做了什麼事呢 並且輪回到什麼時候才會結束呢 它的目的何在呢 都是問題 所以我們第一個提到教義 宗教不用迴避這些 你就設定我的真理是什麼 相信的就來 不相信的就不要勉強 這是第一個 宗教一定有教義 儒家有沒有教義 以這個標準來看 顯然是沒有的 孔子孟子從來沒有跟你說過 人怎麼來的 死得都去哪裡 孔子還公開說 為之生 焉之死 你還沒了解怎麼樣活著 你怎麼可能懂得怎麼樣死後的道理呢 所以這是顯然儒家不是宗教 第二個宗教的條件叫做儀式 什麼叫做儀式 一般講儀式的時候 一定要立刻想到神話 我們學習的方法之一 就是把很多概念放在一組 當你聽到儀式就要想到神話 神話是說出來的 神的故事叫做神話 儀式是行動表現出來的 儀式最明顯的是什麼 祭祀 比如說祭拜鬼神 這個祭祀 祭天 祭地 這個祭祀叫做儀式 它背後一定有一套神的故事 否則這個儀式 就是變成人為創作發明的 它沒有神話的話 它又缺乏一種永恆的根據 人為什麼需要儀式呢 人要透過儀式 讓自己的生命回到原點 注意喔 原始的出發點 人的生命有兩種走法 第一種走法叫做一條線 越走越老 越老越衰 最後的就死了 如果這個一路走去的話 沒有人有勇氣活下去的 第二個走法是什麼呢 定期回到原點 譬如我講一句話 你就可以懂了 為什麼每年都有新年 新年是什麼 新年是宇宙的生日 重新開始春夏秋冬 萬物重新蘇醒 又開始要過這一年 所以每一個人都有生日 生日那天代表什麼 我今天出生 多少年前我在今天出生 所以在生日的時候 感覺到自己是一個新的人 你才有勇氣啊 繼續過這一年 否則你一年一年過去 會覺得生命就是走向最後 力量耗盡了 最後結局當然是 就是墳墓嘛 現在比較流行是靈骨塔 就這麼一個位置 所以呢為什麼需要儀式呢 因為人需要定期回到原點 讓生命產生新的力量 重新出發 而儀式的背後呢 就是有神話 神話就是有關神的故事 為什麼需要有神話呢 是因為人在他的理性 還不能解釋之前 科學不夠發達 教育不夠普及 理性的力量有限的時候 他就發現 有某些東西很有意義 很重要 非說不可 他就把它借神的故事來說 所以神話不是迷思啊 你把那個字翻成迷思 因為發音聽起來有點像 M-Y-T-H miss 發音發作miss 你就以為是迷思 好像是聽到神話 就覺得小孩子胡思亂想吧 古人腦袋不清楚 隨便想一想 不是的 神話在古代來說 是古人對宇宙的一種最根本的解釋 它本身理性發展有限 所以藉神的故事來解釋人類社會所有的東西 我們將來會有一節課專門講神話 所以你聽到儀式的時候呢 你就要想到這個世界上很多宗教都有它的儀式 像天主教受洗的時候有儀式 成年的時候有儀式 結婚的時候有儀式 死的時候有儀式 所以用儀式把你具體的生命架構起來 所以人有這個具體的生命 它需要看到 需要聽到 需要聞到 各種具體的東西 否則這個具體的生命很難安頓 你叫它超越 它沒吃飽怎麼超越 它如果精神力量不夠 它的身體會產生很大的阻力啊 所以儀式跟神話是一組概念 所有宗教都有它的神話 沒有例外 你說真的有嗎 比較後期出現的第七世紀 才出現的伊斯蘭教 它有它的神話嗎 當然有啊 對不對 你只要是伊斯蘭教的信徒 一生就要去賣家朝聖一次 這裡面沒有神話故事嗎 就是莫晚莫得當初他的生命經驗之一嘛 就要把黑石奉為神聖的石 要去那邊膜拜的 黑石事實上也可能是一個隕石嘛 很大 一塊黑石 每年到朝聖的時候你就會發現 哇 百萬人啊 擠進賣家城 那場面非常壯觀 而這種儀式舉辦的時候呢 人的生命回到某種原點 什麼原點 當你進城的時候呢 一定要披上白袍 讓別人看不出 你裡面穿的是Armani 還是什麼LV 拿什麼都沒用 戒指全部脫掉 全部披上白袍 一進那個城裡面 人人平等 為什麼 在神前面人本來就平等嘛 你在人間有富貴 這個在神眼中是泥土一樣的 神會在乎你是什麼達官顯貴嗎 神會在乎你是一個富貴人家 如何身為顯赫嗎 在神的眼中 你就是一個人嘛 神可以讓你新 可以讓你衰 可以讓帝國興起 帝國衰落滅亡 神是全能的 所以你去朝聖的時候 你就要知道 進入那個地方 人人平等 每一個人在世界上的條件 通通變為烏有 這才是宗教的一種具體的表現 但是你說 你去朝聖的時候 就不會出問題嗎 我記得幾年前 有一艘船 載滿了信徒去朝聖 船翻了 一千五百人通通滅頂 那你現在說 神怎麼不照顧他們 他們是去朝聖的 所以兩個可能 第一個 神的力量不夠 第二個 神的意思非常深奧 不是你可以猜測到的 你不能用人間的災難或是幸福 來判斷神的照顧不照顧 第二個回答 通常會得到肯定 第一個回答 說神的力量不夠 這個大家不能接受 神就是神 怎麼會力量不夠呢 那神為什麼不幫助別人呢 神的用意很深呢 你怎麼可能了解神的用意呢 那個平凡的腦袋 能想什麼東西呢 對不對 確實我們想不到 比如一個人小學的時候 被老師欺負 後來發奮投降 書念得很好 他開始只是想報復 要當老師 要欺負老師的小孩 結果沒想到 後來一路的書念得很好 變成大學教授了 可見老師當初欺負他 有多麼深刻的含義呀 看到沒有 所以解釋有很多方式 人就是喜歡解釋嘛 所以儀式呢 對人來說是不可缺少 包括朝聖的各種活動 宗教裡面的儀式啊 多得不得了 請問在各種宗教 包括民俗信仰 為什麼很多人在儀式的過程 要穿上特別的服裝呢 就是媽祖出巡也有特別的裝扮 有些人就有特別的服裝 讓你知道他在從事某種儀式 從事儀式的時候 你千萬不要以為說 好像這些人在演戲 不是的喔 他穿上服裝之後 他就真的認為自己就是當時的那個人 或是那個神 這才是神話的意義顯示作用的地方嘛 否則只是裝作樣子而已嘛 所以一個人如果不懂宗教的話 像荀子 古代的荀子 就提過兩次 他說這種儀式啊 因為中國人重視儀式喔 包括什麼 禮這個字啊 然後就有周禮 就有儀禮 還有禮記 禮記還講了一些道理 儀禮 尤其是儀禮 周禮是講的比較多 周朝的各種工作 包括三百六十行 每一行的分工合作 周禮裡面 因為禮代表生活的規範嘛 儀禮的話 就有很多儀式喔 包括從祭世祭天祭地開始 各種婚商喜慶的儀式都在裡面 好了 荀子怎麼說呢 他說 他說 君子以為文 百姓以為神 這句話作為代表 君子以為這是文嘛 文什麼意思呢 文代表文化 代表文事 裝飾一下 百姓就以為真的有神 百姓以為神 另外一個地方呢 百姓以為鬼 那就是講說 君子認為你有民俗信仰表現 那都是文化的修飾 讓你可以透過這種 民俗的活動 抒發一下內心的情感 把不能實現的願望 投射到你信仰的對象上 君子認為這對於教化是有幫助的 但是百姓就認為真的有鬼有神啊 誰對誰錯 我們現在有機會再做分辨 好 再看第三個 宗教的條件呢 有戒律 說到戒律啊 你就要比較一下 第一個叫做法律 第二個叫做道德 第三個叫做宗教的戒律 這三個層次不一樣 你一說法律大家都知道 法律只能根據你表現在外的行為 來做判斷 你心裡面想做一件壞事 你怎麼想沒關係喔 法律不會說你心裡想什麼關起來 譬如說你現在很多人喜歡玩電玩啊 我有時候做捷運看到別人玩電玩 都是殺的好兇 我能不能把他抓起來 說你這個人有殺的嫌疑 因為你在網路上你殺了好多人 法律不能管這個 法律只管你是不是真的做了什麼事 所以法律只對行為加以約束 要你說提升人格需要道德 道德有一個特色 是我內心裡面真的願意做的 但是道德往往要跟行為配合 你說我坐在車上很想讓座 但是還是沒有讓座 因為我曾經很想讓座 所以我道德很高 這個誰能接受呢 那所有車上的人都很想讓座 最後都沒有人讓座 你說這車上的人都很有道德嗎 所以道德有個特色跟法律不一樣 法律只看行為 心裡怎麼想不相干 道德是心裡想能跟行為要配合起來 所以我們講道德的時候一定是我自己自己願意做 並且做出來的 才叫做有道德 如果是父母叫我幫助別人 我幫助別人不算道德 因為我是被要求的 一定是我自己願意幫助 我才有道德 道德改變的是我自己生命的形態 但是宗教的戒律更進一步 宗教的戒律呢是講到四個字 叫做起心動念 這個是最深刻的 說你雖然沒有做 但是你已經想了 你就跟做的是一樣的結果 這太可怕了 那最經典的例子呢是耶穌說的一句話 耶穌說的話很直接啊 你聽了會覺得恐怖啊 耶穌說凡是注視婦女 心裡面產生壞的念頭的 她已經犯了奸淫之罪了 哇這個話太重了吧 我只是看看這位美女 我也沒做什麼事 我心裡胡思亂想一番不行 我就跟犯的罪一樣了 所以在西方文化裡面 很容易讓人感覺到有罪惡感 誰沒有胡思亂想過 那你有罪惡感之後呢 就跟你真的做這個是一樣的結果 將來死了之後要受一樣的懲罰 這個沒有聽過這麼嚴格的事情 那這一來之後 使得西方某些人呢 他就產生一種特別的狀況 我就接著用佛洛伊德的話來說 佛洛伊德說的一句話 可以反映出 宗教對人的影響最深的一面 他說很多人因為有罪惡感而去犯罪 這句話要聽懂你要想一想 一般人都是先犯了罪才會有罪惡感 佛洛伊德說 很多人因為有罪惡感而犯罪 你說你明明還沒犯罪 為什麼會先有罪惡感呢 就是這種宗教的教育 讓你心裡想了 就覺得自己犯了罪 就覺得自己是不解之人 不義之人 我做不做一樣都犯了同樣的罪 這個有時候對人的心裡傷害很大 所以西方社會有很多這樣的背景造成的人格扭曲 人格分裂的情況是什麼呢 就是有些人認為我這個做不做都一樣 那既然這樣不做白不做 我就真的去做 他就覺得自己這個人不完美 的確人是不完美的 因為人的生命有限制 但如果你以宗教的這種戒律 來要求每一個人的話呢 會讓天下沒有一個人覺得自己是有任何道德任何正義的 所以舊約聖經裡面就有一句話 上帝眼中沒有義人 上帝眼中沒有正當的人 這就是西方一神教信仰所造成的 什麼 人有原罪 從這邊解釋 所以最早講戒律的時候呢 就是一個很深刻的要求 要求你從起心動念開始去思考 讓自己的心念沒有一毫 一絲一毫可以放鬆 沒有片時片刻可以放鬆 那這樣的要求是強人所難 但是就因為困難所以值得嘗試 自古以來很多人也試過 因為努力一輩子這樣子克制自己 是法化解所有的不好的念頭 到最後修成的人格極其完美 成為聖人 所謂成佛也是一樣的見解 像這就是宗教的要求 要求很高 但是呢 你既然要跟超越界建立關係 你本來就應該往上提升嘛 對不對 你不能找藉口說這個我比別人好一點 好一點沒有用 宗教講的是一個值 不是說他有三分我有六分我及格了 不是的 宗教只有零分跟一百分兩種人 你要做哪一種 就是戒律 所以宗教的戒律呢 你如果對於像天主教比較熟悉的話 就有十戒 佛教裡面呢 就有不同說法 有的是五戒有的是八戒 不是有一個叫諸八戒嗎 這個戒就是宗教裡面的戒律嘛 都是很嚴格的 好了 再看 第四個 宗教一定有什麼 宗教團體 一般呢我們稱作教團 或是僧侶階級 就是會有一群人成為宗教人 這些人呢 他要做什麼 他要接受長期的訓練 才具有某種資格 有資格做什麼事 有三句話 讓他們可以怎麼樣 傳播教義 執行儀式 督促戒律 前面講的三點 教義 儀式 戒律 誰來傳播 誰來執行 誰來督促呢 就靠這種教團 所以這個教團裡面的人啊 不是一般人 不是一般人 這些人所接受的訓練 是要去從事超越界所交代的工作 你想想看 這個修行多難啊 人還是人啊 他這個雖然是去修行了 出家去了 從事宗教的活動 跟我們一樣有人的基本的弱點嘛 所以這樣的人只有一個路可以走 就是不斷的修煉 不斷的修煉 早晨晚上每天固定的修煉 譬如釋迦牟尼去傳教的時候呢 各位知道他傳教的時候呢 是從這個三十五歲開始 他二十九歲離開王宮 經過六年的苦修 最後在菩利宿下悟叨三十五歲 接著就傳佛教四十五年 他在印度傳教的時候 每年有三個月印度是羽祭 我們對印度的羽祭印象很深吧 當亞歷山大大地的軍隊打到印度之後 碰到羽祭三個月不能動 你看阿甘正傳到越南去 碰到羽祭 整天下雨 白天下晚上下 這個東南亞地區的羽祭 是一個很明顯的自然的現象 所以他三個月羽祭就進修 修煉自己 成師 要不然佛教怎麼有三藏呢 哪三藏各位知道嗎 經 律 論 三藏 經就是教義 佛陀說的教義 律就是戒律 你說你信佛教能夠不守戒律嗎 論就是什麼 論就是最後一點要講的學理 所謂的佛學論 你說訓練自己成為一個宗教裡面的人 這是很大的挑戰 同時每天在傳教的時候 一定是有三次離開人群 早上 中午 晚上 你只要吃飯吧 吃飯了之後休息順便離開人群 進師 修行 就修養自己 問自己今天說了什麼話 做了什麼事 每天如此啊 你要是沒有這麼深刻的修行 你怎麼去面對這個世界呢 這個世界的誘惑有多少 你難以想像 而人活在這個世界上 如果你沒有積極的修煉工作 你不可能撐得過去的 所以這個世界上最可怕的就是 宗教內部的人是墮落 那就沒有希望了 上次我引用過一句耶穌的話 他說 鹽如果濕了味道 能拿什麼使它再鹹呢 鹽是仿佛啊 但這個鹽如果沒有味道的話 還能拿別的鹽讓它變成鹹的嗎 不可能的嘛 所以人也是一樣的 所以宗教裡面的教團 請注意 它如果真的是合乎資格的 絕對值得我們尊重 為什麼 因為我們做不到 他們的修煉讓人佩服 譬如說西方在中世紀初期 有一位重要的哲學家 叫做奧古斯丁上次也提過 奧古斯丁年輕的時候啊 很聰明很好學 這個生活非常的世俗化 各位聽懂這意思了 就是很糜爛 吃喝玩樂 天天上夜店 然後呢 很早就有了情婦 就有了私生子 但後來為什麼放下這一切 為什麼放下 因為他聽說有一個人叫做安東尼 在非洲沙漠裡面的苦修 那個人沒受什麼教育 奧古斯丁是書念得好 二十幾歲就辦一所修辭學校 修辭學學校自己招生了 自己當校長 古時候要念修辭學 就是怎麼說話 你修辭沒有學會 說話說得不好 根本是無法進行所謂的公眾活動 假設你今天要從事政治活動 首先就給你一個麥克風 看你怎麼講話 能不能吸引別人 能不能說服別人 所以他聽說有一個安東尼 在沙漠裡面苦修 只吃什麼 我們不要以為好吃喔 只吃蜂蜜喔 身上披的是獸皮 吃的是野蜂蜜 修行 他說這個人沒念過什麼書 沒受什麼教育 他都可以有這麼高的品德 那我為什麼做不到 所以他就決定當神父去了 要跟他學習 所以這個世界上 有很多事情都很難做 升官發財很難的各位知道 但是比升官發財更難的事情還有很多 其中每一個人都可以做到的就是 學習自己的德行 更難的是什麼 是宗教裡面的修行 那牽涉到起心動念 所以宗教裡面培養人才的時候 像天主教 至少七年 要念什麼 先念哲學 再念神學 你要是佛教徒 假設你到這個印度或是西藏去 看他們藏傳佛教 怎麼訓練一個人的時候 電視裡面演過 拍出來過 就每天就是踩地板 然後這個大聲的互相辯論 宇宙道理是有還是無 這一切是是還是非 佛道理有沒有說 說了還是沒說 就要辯論了 一代一代這樣訓練 訓練到最後呢 你可以辯論過 所有的人都覺得你講的有道理 你才能畢業 所以你畢業出來之後呢 你到天下去碰到所有的外道 注意喔 印度有很多外道 外道就是不是正統的印度普洛門教 事實上佛教開始也是外道 另外一派叫做奇納派 潔納 我在開這個世界大會的時候呢 碰到一個奇納派的信徒 他戴口罩了 戴口罩跟我們的不一樣 他口罩是上面一條線 底下的是說話的時候 可以通通氣的 不像我們全部都戴了滿滿的說話 聽不清楚 我就問他你為什麼戴口罩呢 他是奇納派的這個 這個是裡面的一位老師啊 他說我們是怕直接呼吸啊 會殺死很多空氣中的細菌 他就真的戴口罩 他們的錯好是什麼 每天起床的時候呢 都要注意到不要踩死螞蟻 所以他們錯好是害怕踩死螞蟻的人 但是呢吃buffet的時候 他照樣跟別人一樣吃牛排啊 我就問他你為什麼吃牛排呢 他說這個已經準備好了我就吃了 所以他們是比較愛護小動物啊 像空氣的細菌這些 戴口罩避免把這個 真的我們人類這個人在這邊呼吸一下 空氣中的細菌死了幾千萬個你知道嗎 那人的活著我們也知道 任何生命的存在 都是犧牲別的生命作為代價的嘛 沒有生命不是如此 你說你吃素也傷害了很多蔬菜啊 蔬菜不是有生命嗎 看到沒有 所以這個觀念也對啊 這是一種宗教的說法 所以你要成為宗教裡面內部的僧侶 僧侶是個廣義的意思 那就要經過嚴格的訓練 長期的修持 一輩子都要謹慎了 絲毫舒服不得 這是很大的挑戰 所以宗教界的人是絕對值得我們尊重 但是呢 他的要求如果沒做到的話呢 他自己都會覺得自己的生命是多餘的 好 我們把這個宗教的條件說完畢 教義 儀式 戒律 這三個 所有宗教都很明確的 第四個 有時候你不一定知道 他怎麼訓練他的這個教團 或者僧侶階級 還有第五個叫做學禮 宗教本來是講教義 他不用跟別人講道理 但是呢 宗教一定有講道理這一部分 我們剛剛提到佛教的三藏 經 律跟論 論就是發揮佛教的教義的 跟別人討論的 你要跟別人還要辯論的 所以神學跟佛學就屬於這一部分 否則宗教怎麼去宣傳呢 怎麼跟不信的人使他變成信呢 就需要這個理性的解說 所以這五個條件具備才能稱為宗教 你從這邊來看的時候呢 儒家是不是宗教 儒家顯然不是宗教 因為他沒有教義 什麼意思 沒有談到生前 也沒談到死後 儒家主談的是生死之間這一段 儒家沒有神話 雖然後代的很多中國學者 把孔子神話 神格化 把它講成很神奇的 甚至連他的母親怎麼生他 都會有各種這個說法 這是後代在加的 但是儒家有什麼 有道德的要求 跟宗教的戒律很接近 你念過中庸你就知道 中庸裡面講成 這個成就是成能夠通鬼神啊 就跟戒律很接近 儒家有沒有生理階級呢 也沒有 你沒有聽說這個世界上儒家怎麼訓練他 只有少數人可以成為真正的儒家 沒有 只有儒家有沒有理性的解說呢 這個很多 所以儒家基本上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宗教 外國人不瞭解 就說中國有三教 就講儒士道三教 但是他把儒教呢 當作什麼 跟政治結合 一般稱作國家宗教 state religion 這是西方人對中國的描寫 另外一個佛教跟道教很明顯 都是宗教 這個沒有問題 那儒家呢 他跟政治結合變成國家宗教 這一來的話呢 天子就變成教主 所以西方的傳教士在明朝來到中國 他不了解中國 他見到皇帝不跪的 他說我們基督徒只向上帝跪下 不向人跪下 就算是英國的女王 義大利的國王這些 我們都頂多跟他鞠躬而已 但來到中國不一樣 中國人把皇帝看作天子 你相信天 皇帝是天的代表 所以你要跪下 但是西方人他不了解這個 他也不接受 所以這就是文化的差異嘛 但是儒家是宗教嗎 當然不是嘛 對不對 他沒有這些條件 你說他是 頂多是在某個意義上 說他會有一種宗教勤操而已 好 我們有關宗教的條件 謝謝 到這邊告個段落 宗教的條件知道之後呢 我們就把宗教的類型加以說明一下 宗教自古以來一直存在 它是一個普遍的現象 所以我們講宗教來說是廣義的 從原始宗教開始 原始這兩個字呢 也代表某些宗教 它並沒有經過非常深刻而完整的理性的思辨 因為宗教它會慢慢使自己 越來越顯示精神的方向 也就是說你既然是講信仰的體現嘛 信仰是人與超越界之間的關係啊 所以宗教如果時間長久之後呢 它就會盡量把自己 跟它所發展的原生地 比如說你在某個地方 某個時間發展 它就會慢慢超越那個具體的限制 讓自己越來越顯示精神的特色 但是你不能否認 原始宗教也是宗教 它裡面有豐富的儀式跟神話 所以在這裡呢 我們簡單把宗教的類型分為三種 但基本上我們要知道 每一種宗教都包含這三點 只是重點不一樣 比如說我們首先看到第一種 我們說是聖物型 你看到聖物就知道說 跟自然界脫不了關係 因為最早的時候我們講這個神這個字啊 我們借用古希臘這個字的字根 說神這個字就是力量嘛 而力量的表現最直接的就是大自然 因為人的生命啊 在大自然裡面非常渺小 有時候我們比較誇張 你說人定勝天 但你不要忘記 來一個地震啊 你在那個過程就覺得生命實在太脆弱了 我們也還記得南亞海嘯 一下子幾萬人就 生命就陷入險境了 所以在原始的時代 或是在今天也一樣 很多人對於自然界呢 他都會有很明確的一種肯定 說我去拜這顆石頭 這個石頭並不代表這個石頭是神喔 而是代表什麼 這個石頭可以顯示神的力量 所以這種宗教稱作聖物型 它比較偏重的是具體的儀式 比如你到印度去就會發現 印度人啊對牛非常尊重 這是為什麼呢 這是因為印度文化它的背景啊 印度人的來源啊 在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到一千年 是第一個階段 亞利安人進入印度的五河流域 然後呢 當時的生產方式是畜牧業為主 農耕為輔 他都需要牛啊 所以印度教裡面的 或是傳統的印度所說的國王 是什麼意思 就是牧牛者啊 國王的自根啊就是牛來的 因為你負責養牛你就是國王呢 那什麼叫戰爭呢 戰爭這個字的自根啊就是 要爭取牛就是戰爭 所以你就知道牛對於印度人來說的話 它是極其重要的 尤其是母牛 因為母牛還能夠生產小牛 所以在印度有很多習俗我們很難理解 母牛的糞便可以做成一種特殊的油膏 稱為腎油 母牛的這個小便變成一種什麼 可以用來治病的 變成一種腎水 那母牛死的時候它的杖力很隆重 有時候比人還要隆重 所以印度的這個牛呢 它的總數大概是印度人口的四分之一 這是以前的統計 有的時候我看到電視的報導 說印度還有一樣東西特別多 老鼠 印度有九億人 它的老鼠也有九億隻 因為它相信輪迴嘛 所以它在這個廟宇裡面 做各種祭祀活動的時候 旁邊一堆老鼠 它想這是我的祖先 它不敢隨便的這個是對付老鼠 西方人會覺得這個不會生 印度的河叫做橫河 它是聖河 你如果到印度旅遊 當然我沒去過 你看他們的描寫 遠遠的就聞到那個河怪異的味道 不知道什麼味道 反正不是很好 到那邊一看 難以想像 很多人在那個河邊沐浴啊刷牙啊 你看這個不衛生 在宗教裡面沒有衛生這個概念 只問是否神聖 宗教裡面不講衛生 只看是神聖還是凡俗 凡俗就代表什麼 一去不復反 東西又完就沒有了 神聖的代表什麼 永遠有它的力量在裡面 然後河面上就飄著 有時候飄著牛的屍體 有時候飄著人的屍體 那那個河水你說 當然是這個很不衛生嘛 但是你說生病 你再怎麼衛生也會生病啊 那你不衛生習慣的時候 也不會生病啊 是不是 這是相對的概念嘛 有一本書同學沒有空可以看一看 是一個日本作家 叫做遠藤舟作 所寫的聖河 遠藤舟作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信徒 他到印度去旅遊寫這本書 他講一個故事 有一個日本的神父到印度去 只做一件事 在加爾各達街上 每天就去背那個快死的人 把他背到恆河邊 因為他這個人啊 從鄉下地方來啊 一輩子只有一個願望 要在恆河邊沐浴 所以這個日本神父啊 他在生命最後幾年只做這件事 做不完的 每天到街上看人快死了 問他有什麼願望 帶我到恆河邊洗個澡 就把他背到恆河邊去 每天做每天做多少年 印度人太多了 你做不完的 所以你信什麼教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這個宗教 最後落實在人的實際世界上 能不能做到兩件事 第一個有非常卓越的道德 第二個有非常卓越的心靈 就是有兩個驗證嘛 你要驗證說這些信徒信了這個教 這個教有沒有問題呢 就看這些信徒的表現啊 它是不是比別人更能夠 愛護別人呢 更有道德呢 它是不是比別人更超越呢 心靈的修養更高呢 它如果這兩點都沒有的話 那這個教就是邪教了嘛 就你信這個教既不會更愛人 也不會更超越 那你信這個教等於世俗團體 還不如參加什麼俱樂部啊 或是股票投資會啊 是不是 所以這就是宗教裡面的具體的 像這個牛或是河 還有什麼呢 黑石最明顯的 是伊斯蘭教的 剛剛提過的 還有樹木 澳大利亞有一隻原住民 祖先傳統以來就帶著一截樹幹 他們到任何地方去都帶著這個樹幹 因為他認為這個樹幹是神聖的樹 他們的祖先跟這個樹幹有直接的關係 所以他們到任何地方去都不會覺得寂寞 就覺得祖先跟我們在一起 很多年前我們看過的電影 是描寫這個澳大利亞的原住民 他們也稱為印第安人 反正就把原住民都稱為印第安人 這是美國人的習慣 西方人的習慣 也是一樣 以他那個原住民的水平 跟白種人要對抗沒有希望 他們就知道怎麼樣呢 他們去打仗的時候只說一句話 我死的話把我的骨灰放進祖先的骨灰壇 就是這麼一句話 人生至古誰無死啊 你只要死了之後回歸祖先的地方就放心啊 從哪裡來 我從祖先來去哪裡 回到祖先的地方 他們的祖先的骨灰都放在一個大的一個 我們叫做瓮 就是大的骨灰壇裡面 祖先燒成了灰也不過是一小包丟在裡面 就只希望只有這個願望 這就是什麼 就是他們的信仰啊 到任何地方去 要帶著這一節樹幹 要帶著這個骨灰壇 但是真正的宗教信仰 所信的不是身體這個層次啊 是身心上面的靈這個層次 所以這第一種宗教 我們類型稱作聖物型 每一種宗教都有 像天主教經常會有說 你要不要去朝聖 到義大利到西班牙 某一個聖人的出生地 或者某一個聖人當地的教堂去朝聖 去的時候會覺得心裡面充滿靈感 靈恩 各宗教都有 那麼問題是什麼 他就把這個教堂 或者這個寺廟 當作一個神的顯聖 顯聖就是神顯在這個地方顯示出來 如果你完全講精神的話 對某些人可以高聲大德 他可以完全不看這個世界 可以體驗到究竟的真理 甚至進入涅槃的境界 但是一般人啊 有眼睛可以看 有耳朵可以聽 有手可以觸摸 他一定要具體的東西 你沒有具體的東西 有時候太抽象了不實在 人不能夠太好過霧遠 你還是要注意到具體生命的需求 所以這是聖物型啊 它存在的理由 好 講儀式的時候呢 有一句話說得很好 說很多原始的這個宗教信仰的信徒啊 原住民用武道的方式 武術出他們的宗教 所以最後我們提到什麼 這就是神聖的武道 它沒有什麼理論啊 它就是祖先口耳相傳 用具體的儀式在某年什麼季節 現在你去到原住民的地方啊 台灣還有九族文化村啊 你去看的時候最喜歡看什麼 他們的豐年記啊 穿上他們傳統的服裝 你就會覺得 哎呀 他們有傳統 我們所謂的漢民族 以為自己傳統五千年 哪裡有傳統 穿的衣服就不是漢人的衣服嘛 對不對 叫西裝 那你真的穿漢人衣服 別人反而覺得很奇怪 你這個人穿這種服裝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看看沒有 所以你說你這個穿服裝 像我這幾年講國學 有一次講的時候聽眾就問 他說副教授 你贊不贊成今天講國學 應該恢復穿漢朝的服裝 因為他知道日本人穿唐朝的服裝 你唐朝嗎 我漢朝 比你那個更早幾百年 我說那你怎麼不穿 春秋時代的服裝呢 穿那個服裝 現在訂做一套 台幣要十幾萬啊 誰穿得起啊 對不對 我有時候講話 比較一時收不住口 這是口頁造了很多 我就加了一句 那怎麼上廁所呢 聽起來好像是 這個是小孩子在跟別人吵架一樣 就會加這些話 這沒辦法 這合理的思維嘛 是不是 你不要把人想成整天是 穿西裝打領帶很高尚的生活 你還要吃喝拉撒睡啊 那也是人生的一部分啊 對不對 你說我穿的古代服裝 心靈就會變得比較古代嗎 沒有嘛 你還是一樣哈寒哈日哈美嘛 對不對 你什麼時候去哈孔子呢 哈老子呢 那個越哈人越少 到最後找不到人 別人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就跟索羅寫了湖冰傘記 哈佛大學哲學系畢業生索羅 畢業之後也找不到工作 就說我要去嘗試一下 看人能不能夠什麼都沒有而活下去 所以他跑到華爾登湖畔 住了兩年兩個月 真的一個人住在湖邊 把別人舊的農舍 稍微見一見 這個是整一整 就在裡面住 他每天啊 就做這些事 做點菜補一點魚 湖裡面當然有魚嘛 然後呢 就是做點手工的木匠的工作 旁邊就發一本書 什麼書呢 河馬的史詩 伊利亞的奧迪賽 你看那種書 看完出來之後 不知道別人跟你說什麼話 你聽不懂 英國也一樣 有個英國作家說 我每天讀莎士比亞 讀到最後上街 沒有人要跟我講話 因為別人不知道我在說什麼 莎士比亞還算是近代的 尚且如此 所以在這裡談到什麼 第一行叫做聖物行 它是重視儀式 有具體的作為 具體的對象 第二行呢 比較特別的 叫做先知行 先知行的話重視啟示 什麼叫先知 預先告訴你未來的情況 這種先知行最明顯的就是猶太教 因為你講到人類的文化的軸心時代 是在公元前八百年到公元前兩百年 就這六百年之內的變化 叫做人類文化上的軸心時代 這是亞斯 裴所說的 Caryaspers 所說的軸心時代 那這個軸心時代改變之後呢 整個人類都走向新的一個世界 新的境界 開始發現了人的生命的內在的價值 個人不再只是為群體而活著 重視每一個個人自己的生命 古希臘哲學家在這個之後呢 當然以蘇格拉底為代表 後面就說了 我不是雅典公民 我不是希臘公民 我是世界公民 這種話就出來了 代表人的生命可以擺脫它具體的時空限制 成為人這個層次的一個存在 好了 那麼到這個先知行裡面 以猶太教的大先知最明顯 各位知道 猶太人這個民族說實在 它的存在是一個奇蹟 跟他們一樣古代的民族 像游牧來游牧去的 後來在歷史上消失的不知道有多少 比較直接的類比是吉普賽人 你比如說看歐洲電影 還看到一些吉普賽人 幾輛馬車拖來 當然現在不在這馬車了 因為那個不容易照顧 幾輛車拖來拖去 到一個地方去 這個是表演一下這個吉普賽人 大部分消失無蹤 猶太人在某個階段跟他們差不多 二戰的時候被希特勒迫害 也是一樣的命運 但猶太人為什麼始終沒有散掉呢 因為他在早期的時候 有一個大先知時代 大先知時代 我舉個例子你就知道 猶太人他也曾經建立國家 甚至分裂為猶大跟以色列兩個國 以色列先被消滅 所以為什麼叫猶太人 因為猶大這個國存在了比較久 所以他們後來都稱作猶太人 字根是一樣的 最早的其實是以色列 以色列這個是民族的名稱 國家就稱為猶大 所以國民就稱為猶太人 這個是將來再說 那麼猶太人的國王最有名的當然是大衛啊 大衛王 King David 到現在你看到一個符號 還是要表示尊重 就是正反三角形 這個圖案不能亂畫 這叫做大衛王之心 說到這個大衛王之心 我們先講一講比較近代 比較正面的故事吧 二戰的時候呢 希特勒打到任何一個國家都先做一件事 要區分猶太人跟非猶太人 這是一套很毒的方法 然後他就規定 所有猶太人出門的時候 衣服上都要畫一個猩猩 或者繡在衣服上 讓所有人都知道你是猶太人 然後呢 第二步在鬥爭裡 送到集中營把你消滅 這一招很有效 從波蘭到每個地方都一樣 猶太人都死得很慘 但這招到了丹麥無效 為什麼 到了丹麥的時候也是一樣 佔領丹麥 立刻宣布猶太人出門的時候 衣服上要畫一個大衛王之心 結果呢 第二天早上丹麥國王騎著馬出他的王宮 衣服上就繡一個猶太人 大衛王之心 然後全國老百姓全部都畫上大衛王之心 所以他們在丹麥抓不到猶太人 你不能把國王也抓起來 國王為什麼這麼做 他說猶太人進入丹麥已經幾十年上百年了 他們是我的國民啊 為什麼要被你迫害呢 他們如果要被你迫害 我國王也一樣被你們迫害吧 所以全國都畫這個標誌 這個多麼有智慧啊 這要做真正的領袖啊 看到沒有 我跟我的老百姓同樣共同 我為什麼要區分你是猶太人 然後迫害你呢 好了說到大衛王 大家都知道 他跟巨人高麗亞的這個是故事 巨人高麗亞一個人可以打幾十個人 大衛王個子小小的 居然是煉了這個鐵 我們叫煉球吧今天 十塊綁在一起 丟過去把這個巨人給打死 打死了之後馬上成為國家的救星 成為國王 這是猶太人最自豪的大衛王 但是這個國王有權力之後一樣腐化嘛 怎麼腐化呢 因為要講先知的故事 我就講一個故事 因為這種故事太多太多了 你到中東地方 很多時候看到一個城市依山而建 所以城市越高的地方是權力越大的人住的 他可以俯視我的老百姓 都住在一層一層的 這個依山而建的房子裡面 大衛王有一天沒事一看 看了一個女生在洗澡 一位美女 大衛王心裡面產生了貪戀之心 就派人打聽 這美女是誰 是一個將軍 烏利亞的妻子 先生是將軍在前線打仗 怎麼辦 大衛王就下個手遇 給前線的將領 把烏利亞派到第一線 然後把軍隊撤回來 死掉了 死掉的時候這個美女成為寡婦了 大衛王就把她娶回家 這種惡劣的行為發生了 也沒有人可以管 誰敢管她 誰有權力管她 先知來了 先知就跟大衛王說 有一個富翁 家裡面牛羊不知道有多少 他有一個仆人 只有一隻小羊 有一天 將來的客人 他捨不得殺自己的羊 就跟仆人說 你這隻小羊拿來招待客人 你覺得這種事情發生的話怎麼辦 大衛王一天就很生氣 有這種事情發生 我這個做軍王的一定要好好的主持正義 把這個富翁加以制裁 同學們都很聰明 比這個大衛王聰明多了 都知道他在說什麼 先知就說 我剛剛講的比喻就是講你 你自己妻妾成群 別人只有一個老婆 你這個把她害死 把她娶回來 這算什麼 大衛王聽了之後立刻覺悟 撕破衣服 把灰往自己臉上抹 懺悔 這是聖經裡面的記載 這樣的先知讓你怎麼樣 你不要腐化 你不要以為你是王就可以為所欲為 你做的事情 不要說你這是上帝的選民 比那種不信上帝的人做得還要惡劣 但是上帝的旨意很難猜測 大衛王跟這位女士生一個兒子 後來變成誰呢 所羅門王啊 你能想像嗎 所以沒有前面莫名其妙狗屁刀招的事情 後面怎麼出現一個最有智慧的所羅門王 這個也是上帝的旨意太奇妙了 這是聖經裡面所寫的 你說他好他壞透了 你說他壞他結果也不是那麼壞 人生很多事情陰錯陽差歪打正著的事 不是我們所能想像的 我們只能夠按照我們的理性去判斷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但是這個報怎麼報 受到報應的人內心裡面懺悔的程度 又起訴我們所能知道 覆水難收你已經做的事已經做了 你不能永遠活在懺悔的世界裡面 所以西方有一句話說得很好 一個人所犯最大的過錯 就是不能原諒自己的過錯 所以宗教要定期讓你心裡面的過錯 所謂的負擔 你的枷鎖能夠定期解除 讓你有勇氣重新做人 所以這種所謂的先知型的宗教是很特別的 你講聖物型的話 講的是自然界有形的物質 有形的物質裡面顯示神明無限的力量 所以你要對那個物質變成是怎麼樣 我要崇拜這個物質 這裡面就有一點危險 叫做偶像崇拜 先知型的宗教就已經透過言語 並且一講先知 就代表預言將來會發生的事 一定跟什麼 跟時間有關 凡跟時間有關的就跟歷史有關 所以先知型的宗教 它比較會注意到時間的變化 所以這是第二步 你達到這個第二步的話就代表什麼 就代表這個宗教已經可以把人的歷史做全盤的解釋 所以人類歷史上之所以有所謂的啟示路或是默示路 告訴你將來會怎麼發展 最後結局如何 就從猶太教開始 猶太教說自己是上帝的選民 然後將來這個世界會重新回到上帝的懷抱 這就是告訴你歷史的發展是有意義的 否則的話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歷史的發展有意義嗎 你既然講超越界的話 那麼一刹那跟永恆 在人間反正沒有永恆 都是許多刹那所合成的 所有的刹那合在一起還是零 那你這個歷史有意義嗎 你能說什麼意義呢 所以我們要知道歷史基本上是對過去的事件所做的記載 但是記載的人跟解釋的人都是還活著的人 所以這個歷史變成什麼 你不能改變歷史上具體的事實 成王敗寇四個字 所以歷史基本上是註定悲觀的 有誰讀人類歷史還有任何樂觀的心情呢 什麼叫樂觀 樂觀就是說我讀人類歷史最後發現歷史是有方向的 人類歷史越來越光明 最後是形勢一變大好 人類統統得到救贖了 沒有那個歷史啊 你看歷史只有這個黑格爾說的最好 黑格爾說人類從歷史裡面只學到一個教訓 那就是人類從歷史裡面沒有學到任何教訓 所以會不斷重複過去的錯誤 並且變本加厲 你看兩次世界大戰隔多久 隔不到四十年 兩次世界大戰 後面冷戰一路下來到現在 這個世界上隨時都會發生各種動亂 而現在的武器呢 又遠遠超過以前的人想像 所以任何一個地方 萬一失控的話 都是集體性的毀滅 那你說這個歷史有希望嗎 誰敢樂觀 所以對歷史樂觀的話一定有一套 叫做歷史哲學 什麼叫歷史哲學 對歷史做完整的理解 說明歷史有一個規劃的方向 什麼方向 你問黑格爾 黑格爾就會說理性 就是歷史的發展是合理的方向 但是事實上黑格爾因為他是 以基督教新教作為他思想的基礎 思想的指導 所以他才會怎麼樣呢 把他的新教跟他當時普魯士政府合在一起 但是這種幻想這個是都得不到證實 所以先知行的宗教對於人類的未來呢 他比較有一個期望說 上帝造的這個世界上 最後會有一個明確的交代 所以在西方古希臘時代就已經有一派 叫做萬物復原論 就是萬物最後會復原 什麼叫復原 就是本來這一切都不存在 那人類出來之後呢 好多複雜的恩恩怨怨的事情 人類歷史就好像演戲一樣 乾坤一戲場 一個電影院戲場 生命一悲劇 生命是一齣悲劇 我的老師方東美先生 他早期寫文章就說 他這一生最佩服這兩句話 平生一劇場 就是人生是一個劇場 宇宙是一個劇場 生命是一齣悲劇 當然他所謂的悲劇 不是我們所謂的悲哀的結果 他的悲劇是希臘時代的悲劇 因為希臘時代的悲劇 它有什麼特色呢 它的特色就是 這邊前面講儀式的時候 本來應該提 譬如說我們講這個字 悲劇叫做 Tragedy 叫悲劇 悲劇這個字的字根是什麼 跟山羊有關 希臘文的山羊是Tragos 因為悲劇所言的是山羊 山羊在樹林裡面 代表什麼 代表九神 迪奧尼所思 九神 所以開始的時候 希臘悲劇是一個九神的祭禮 祭拜九神之後 有一些人就戴著山羊的頭套 裝著山羊的樣子出來開始遊行 後面再開始出現對話 然後才出現兩個人 三個人 四個人才開始演一齣戲 所以悲劇這個字的字根 是跟山羊的獻禮有關 跟所謂的九神 迪奧尼所思有關 這是從希臘的古代的儀式 神話背後的東西演變出來的 所以方先生所謂的悲劇 是說生命是有一個特色 因為人類在生命裡面遇到一個對手 就是什麼 就是命運 希臘悲劇的主角不是人 而是命運 命運比人大多了 偉大多了 在命運手中 帝王將相 泛夫手足 都是不堪一擊的 但是呢 因為你的對手偉大 你也因而變成偉大 一個偉大的人怎麼證明 他一定有偉大的敵人 如果一個人 他的敵人都很渺小 這個人也不偉大 這句話神明史 同學們可以思考一下 就不要跟別人計較小事情 你把自己當作偉大的人 別人得罪你小事情 你就很快超越 說我不會有這麼渺小的敵人 你就往上提升了 所以我們講到這個先制形的宗教 基本上是透過什麼 透過啟示 告訴你預先之道 將來怎麼樣 那這個宗教重視什麼 言語 因為你將來怎麼樣需要記錄下來 所以最典型的就是猶太教到基督宗教 比如耶穌 他是一個人 他也是彌賽亞 也就是在舊約裡面所啟示的 將來會來拯救猶太人的 他們所謂的拯救 原來把他想成猶太這個國家得到拯救 他們都希望來一個強者 像這個一個武功上 軍事上的一個領袖 又耶穌來了 讓很多猶太人大失所望 說我們要的不是這個人 這個人怎麼可以當領袖呢 耶穌說什麼 別人打你右臉 左臉給他打 別人搶你內衣 外衣也給他 這個實在不是我們所謂的領袖的一種風範 對不對 當然耶穌講的這種比喻都非常的生動 有時候也覺得不太合理 我常常講 別人為什麼先要你內衣呢 是不是 並且別人打你右臉 你跟他說我還有左臉 那更激怒別人嘛 是不是 不是 耶穌的話有很多很直接 他說一句話你永遠做不到 要愛你的仇人 你做得到嗎 要愛你的仇人 如果你愛的都是你的親戚朋友 那外邦人不是一樣嗎 不信耶穌人也一樣愛自己親戚朋友 那你信了耶穌就要不一樣了 不一樣怎麼表現 愛你的仇人 像這些就是什麼 啟示性的宗教特別的地方 他說的話不是你一般可以想像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超越界直接顯示出來 超越就是超越你這個平凡的人生 所能夠掌握的範圍嘛 那麼還有第三型的宗教 叫做什麼 體驗型的 體驗型的 後面有個字叫做密器 這個字啊 以前翻譯翻作神秘 那個翻譯不好 英文叫做 mystic 中文翻譯有一個困難 就是你學西方的東西啊 你翻譯成中文 一定要記得中文裡面有沒有別的含義啊 以前都把這個翻作神秘主義 但是神秘兩個字在中文裡面有不好的含義啊 比如說張三這個人很神秘 這當然不是好話啊 這個人神秘兮兮的 當然不是好話 所以你說神秘主義 難道這些人都是神秘兮兮嗎 不是那個意思 所以我翻譯翻成密器 密器代表什麼 密接契合 它反而很適合這個字的意思 因為密器 mystic 密器者 基本上就是在宗教的某種禱告 或是實踐過程裡面呢 感覺到你跟信仰的對象合而為一 這叫做密器者 所以密器的概念建立在合而為一上面 因為人活在世界上 從任何宗教來看都一樣 最大的煩惱跟痛苦 來自於自我意識太明顯 什麼意思 我有自我意識 任何自我意識都是一個界線 就是說這是我的自我意識 有一個圍牆 這範圍之內是我的 你一有自我就有非我 這個非我 永遠比自我大的幾千幾萬倍幾十億倍 所以一個人有自我意識不可能快樂 我說這是我的 那非我的東西 比我的東西多了幾千萬倍幾億倍 我怎麼可能快樂呢 所以像這個就說明什麼 所有宗教都一樣 希望你把自我意識的這個牆拆掉 把它化解 一旦化解的話 感覺到自己的生命無限的寬廣 跟你所信的對象 不管對象是什麼 何而為一 所以所有宗教裡面都有這個路線 經過某種體驗跟修行 到最後呢 忘了我是誰 你到忘了我是誰 叫做忘我的境界 這叫做密器主義 我們後面會有專門討論密器主義的部分 也說明所有宗教在這個層次都是一樣的 所以這三個類型在每個宗教裡面都有 你不管舉個任何宗教 我都可以告訴你 這個宗教他們特別崇拜什麼 就是第一個聖物型的 他們有什麼具體的儀式 一定要在什麼時空裡面 一年裡面譬如說 你說聖誕節 現在我們都講耶誕節了 因為還有佛誕節 你說聖誕 那為什麼只有他生聖呢 那大家都不要生聖 佛誕 孔誕 耶誕 大家都來誕 都不要說誰是聖 你說聖 那別人就不是聖了 聖不能有兩個 對不對 你說這個聖那個聖 那你就要說清楚 是不是耶聖 還是孔聖 還是佛聖 那越來越複雜了 看到沒有 這是具體的 所以在這一天 代表這一天是一個什麼 時間雖然是某一天 但是它是神聖的時間 就跟空間一樣啊 你在很多地方都覺得空間可以代換 這個教室太小 換個教室 你覺得沒有差別 但是你不能說 我們在這個廟裡面太小 換個廟 這不一定喔 是不是 所以每年過年春節的時候 很多人都去廟裡面搶頭箱 你跟他說 你幹嘛在那邊搶呢 你外面也可以插個箱啊 你說在路邊插個箱 跟在廟裡插一箱 不一樣喔 為什麼不一樣 廟裡面叫做神聖空間 那個空間是唯一的不能替代的 一般路上的空間叫做平凡的空間 那個空間是可以替換的 我們每一個人不都有類似的做法嗎 你生日那一天 你會不會覺得 這一年最神聖的就是這一天 因為我生日了 其實你生日對別人來說沒有差呀 哪一天沒有人生日 為什麼你生日大家都要注意到 對不對 就跟空間一樣啊 你心裡面有一個空間 可能是很神聖的 西方有一句話說得很好 他說 我不能選擇我的祖國 但是我可以選擇我心靈的祖國 這多好 有些人心靈的祖國 選自己的祖先 某個時期 孔子時代 老子的時代 有些人心靈的祖國 可以選外國人 比如說我可以選希臘 雅典啊 是不是 每一個人都不一樣啊 你可以選擇你心靈的故鄉 所以呢 這就說明什麼 這就說明我們在講到宗教的時候 都一樣 它都同時具備這三種類型 只不過重點不一樣 比如說我們講基督宗教 你不會把它列為第一個 聖物形儀式形的 雖然它儀式很多啊 天主教的儀式很多 基督教新教的比較少 所以你到國外去你要判斷 台灣也一樣 你說這個教堂是天主教的 還是新教的 你一看就知道啊 教堂十字架上掛一個人的 那就是天主教的 一個十字架上面什麼都沒有的 就是十字架 那是基督教的 新教的 教堂門口就有一個媽媽抱小孩的 那就是聖母瑪利亞 那一定是天主教 教堂門口什麼都沒有 那就是基督教 這是簡單的分法嘛 你把這個分法記得腦袋 到歐洲去就不會弄錯 就知道說這是天主教 這是基督教新教 就分得很清楚 所以新教基本上是 完全要排除那個所謂的偶像的概念 這是每一教的風格不一樣 但它完全沒有嗎 它還是有啊 它也有它的固定的宗教的節慶啊 都是有的 所以一般講基督宗教是第二個 先知情 就是裡面充滿了預言 別人跟你怎麼說 耶穌跟你說別的 就是聖經的新約 裡面都是預言 這個預言不但是 記什麼故事在裡面的預言 也是預先告訴你 你將來會怎麼樣的預 這同一個發音的字 預言 一個是這個預 一個是這個預 多念預 那麼如果說你講到禪宗 中國佛教裡面的禪宗 那當然比較拼上第三個嘛 對不對 它那個言語方面的表現 都讓你看不懂啊 對不對 你說你看禪宗的公案 它的字面上寫的意思 就要讓你看不懂 就要讓你想不通 言語道斷 心情觸滅 言語道 說話這個方式 這個途徑斷掉了 所以你要靠這個理性的理解 去瞭解禪宗的這個道理 你反而瞭解不了 比如說一個徒弟問師父說 什麼是祖師西來義 這個問題本來很好 大學裡面都可以問的 就是祖師 達摩祖師 祖師 西來義 因為達摩祖師 從西方印度來到中國 他到底是有什麼用意呢 師父怎麼回答 師父絕不會說 某年某月他來 是因為他在印度那邊 感情出了問題 這個我們覺得比較合理吧 要不然在印度那邊沒有受到重視 所以他覺得自己在那邊沒發展 所以就跑到中國來 他不是根本不這樣回答 師父怎麼回答 亭前有一棵樹 我問你什麼是祖師西來義 你告訴我亭前有一棵樹 這是風馬牛不相及啊 那這什麼意思你要自己猜 什麼意思 亭前有一棵樹 你何必問誰種的呢 什麼時候種的呢 為什麼種的呢 已經發生了就發生了嘛 天心有一棵樹是一個事實啊 你只注意到這事實就好 你不要想太多 所以佛教基本上對於那種理性的思維 它有很大的力量可以把它斬斷 像釋迦牟尼佛 就至少有十樣事情是不問的 比如說他舉個例子 他說有一個人被毒箭所傷 別人要救他 他說你們先不要忙著救我 我一定要先知道 這個毒是什麼毒 哪一種東西做的毒 這個劍是什麼劍 是什麼人造的 然後為什麼要拿劍射我 這個是誰 要查清楚 查清楚之後 你再來幫我把毒治好 然後釋迦牟尼佛說 查清楚之前你就死掉了 你要問宇宙怎麼來的 你去研究 等你得到答案的時候 你這一輩子不夠用嘛 對不對 你如果想知道人生所有的痛苦 煩惱怎麼來的 你通通把那個道理搞清楚之後呢 來不及了 所以不要問他怎麼來的 要問說 你現在痛苦嗎 就是現在啊 你現在痛苦 那你就要設法化解 所以佛教的四聖地 是個最神聖的道理 第一個就是苦 眾生皆苦 你覺得苦 那好 後面就要找原因 所以宗教的這個做法 在各個宗教裡面都有不同的做法 我們現在有機會 還會做比較細節的說明 所以呢 在這裡呢 各位只要記得 有聖物型 有先知型 有體驗型的 缺一不可 體驗型呢 比較重視到個人的體驗 這三個不一樣啊 生物型呢 比較重視自然界的顯示 顯示神明永恆的這個力量 先知型的話 重視人的世界 因為歷史這兩個字 只有對人類才有意義 只有人類才有歷史 人類之外的萬物 無所謂歷史不歷史喔 有歷史也是人類加上去的 比如說你地下挖掘 挖出一個長矛像的這個化石 對那隻長矛像來說 它根本也不在乎 是不是被挖到還是怎麼樣 是怎麼被凍死的 根本不是問題 所以歷史只有對人才有意義 第三個 體驗型的話呢 是你個人要去修行 要去實踐 信仰宗教如果沒有個人的修行 根本是說說好玩的嘛 對不對 你沒有自己去實際的體驗 實際的修行 比如有同學如果一定要問說 這個宗教啊 你們談了半天 根本是假的 那你跟他說也說不清楚啊 你只能跟他說 你來看看 你來聽聽 你來體會體驗一下 你無法說服他 我現在如果碰到幾個年輕人 腦袋很正常 這個口子很伶俐的 你要我說服他說 宗教所幸的超越界真的存在 我不做這種事 我從來不跟別人討論 有關宗教的問題 美國人都很清楚啊 三個事情不能討論 第一個 你信什麼教 不能討論 第二個 你參加什麼政黨 不能討論 尊重信仰自由嘛 宗教跟政治 都是個人的事情 第三個 你賺多少錢 不能討論 賺錢是每一個人的隱私啊 怎麼可以公開去比去說呢 你過得快不快樂 你工作是不是愉快 這是你自己要面對的嘛 所以呢 我們這邊也是一樣 在體驗型呢 就是輸出於你個人啊 你個人有多少修行的體驗 在宗教裡面你得到的快樂 是一種什麼樣的快樂 是一種精神上的那種忘我的快樂 那才是真正的快樂 因為所有人間的快樂都有代價 並且快樂之後呢 都會有後遺症 叫做樂不可及 樂及則生悲 欲不可重 重欲則傷身 這是古代禮記就有的話 好 接著呢 我們就要簡單介紹一下 那麼中國傳統的 這個宗教 我們說是道教算是一個 但是道教的起源 道教的起源跟道家 本來是分途發展的 道家代表是老子跟莊子 道教的出現呢 是東漢末期出現的 所以這兩個時間上 差了將近七百年 所以道家不是道教 道教早就發展出來了 不是 道家早就存在了 道教在東漢末期發展開始的時候呢 就直接說是五朵米教 為什麼呢 天下這麼亂 你沒飯吃 那你要加入這個團體的話呢 就帶五朵米去 他就接受你了 接受你之後怎麼辦呢 大家吃你的五朵米 一下子吃完了 吃完之後怎麼辦呢 我們再去拉別人帶五朵米來 這是老鼠會嘛 注意哦 方法好壞 不能決定宗教的好壞 方法是人間在用的嘛 老鼠會也沒什麼不對啊 它有它存在的理由 就代表它是有效的嘛 就是一下子發展到上萬人 好了 這是道教開始的時候 所以這個發展到上萬人之後 那時候有人就有力量啊 曹操還把張魯封為將軍 看到沒有 曹操的時代啊 到三國啦 道教的張天師啊 那時候是張魯封為將軍 因為他有一兩萬人啊 真正的道教的發展是魏晉時代 魏晉時代後面出現了叩千支 幾位道教的大師 再把老莊拉進來 也拉進來入火 把老子推為什麼 推為這個是太上老君 他的書就變成道德經 經這個字本來只有在傳統裡面 經典裡面 宗教裡面才用的嘛 莊子的書就變成南華真經 然後出現了道教 所以道教後面的發展跟中國很密切 是因為他把老莊拉進來之後 確實代表一派中國的思想的傳統 尤其在唐朝的時候皇帝姓李啊 當然我們也知道唐朝皇帝姓李不是真的姓李啦 跟老子那個李毫無關係的 他本來都是胡人嘛 但是視姓為李之後呢 就覺得說我們姓李呢 跟老子李丹李爾有關係 所以唐朝的時候道教大為盛行 當然他有他盛行的理由嘛 也適合當時時代的需要 所以我們現在要說就是儒家跟道家 跟宗教的關係是什麼 我用兩句話來說 儒家有宗教秦超 什麼叫宗教秦超 因為秦超這個字很抽象或是很浮泛 我這樣說的用意就是 你只要真的瞭解儒家的思想就會記得 生命始終有向上提升的契機 注意契機啊 就你真的懂儒家的話就會覺得 我的生命到此為止不夠好不夠好 永遠是不夠好 像孔子始由我而至於學三十二立四十二不貨 一路上去 所以孔子你就要問他一個問題了 你為什麼不好好的安於現狀呢 一路走來要學誰呢 始終如一嘛 你幹嘛一路走來越來越高呢 因為孔子他是儒家的創始者 他感覺到生命裡面充滿力量 這個力量如果說你真的面對他的時候 就會覺得不斷地修煉自己越來越完美 到七十歲的時候從心所欲不欲舉 所以孔子這種言行的表現影響到孟子 孟子也是一樣啊 講到人的時候從可欲知慰善開始 從善到性到美到大到聖到神 孟子把人的學法分六個境界 最後是什麼 神比聖還高 聖兒不可知知自為神 好你就要問孔子孟子代表儒家 他們為什麼始終覺得活在世界上 絕不能夠到此為止 你只要活著你就還有力量 有要求往上提升 為什麼 所以你真的懂儒家 儒家就知道儒家的宗教情操是指什麼 懂儒家之後就會知道儒家講的不是人性本善 是人性向善啊 向這個是代表力量 你只要真誠就有力量由內而發 讓你只要活著一天 你就會往上更往上提升 提升什麼 提升自己的生命層次 這個層次呢就是越來越變成超越的 越來越超越人間的各種限制 所以要記得儒家的宗教情操表現在 你真的懂得孔孟的思想 永遠覺得生命有向上提升的契機 你絕不會暗於現狀說我現在不錯了 絕不會 這要做宗教情操 這就顯示出像宗教一樣 他不斷地跟超越界建立關係 他的生命就不斷地超越 我們開始第一天說過 你如果不肯超越 只注意到自己的身 這個位置你坐了別人就不能坐 你跟別人永遠排斥 互相排斥 像這個社會上富人跟窮人 變成是好像是兩個極端 甚至有仇富的心態 為什麼 因為你只注意到身有關的 這些具體的成就金錢嗎 好 你體驗到心開始溝通 就可能具有某些共識 大家雖然背景不一樣 出身不一樣 經過溝通之後呢 有些共同的認識 你到零的層次的時候呢 只有一個打成一片 你到零的層次的時候呢 就好像我前面說到賣家朝聖 進去的時候 把身上所有的裝飾品都拿掉 披上白色的袍子 每一個人都平等 這是零的層次 沒有任何區分 那麼道家的話呢 講的是什麼 宗教相度 什麼叫相度 你一學道家 馬上發現道不是一般的東西 道是一個超越界 如果道是超越界的話 道家所有的資料都會讓你知道 你要悟道 生命就有一個不同的相度 相度這個字啊 英文叫做dimension dimension所指的是什麼 長寬高啊 還有別的dimension 譬如說這個人有道德表現 他就有道德相度 他喜歡審美 他就有審美相度 那宗教相度是特別的 跟超越界有關係 所以真的學道家的經典 像老子跟莊子的書 就會不斷地發現到生命啊 可以跟那個超越界有直接的照面 所以老張的思想為什麼顯得特別超越 有時候你會覺得好像跟現實脫節了 其實不是脫節 而是往上提升 所以我們這一節 對宗教的條件與類型介紹之後呢 你將來遇到在社會上所謂的宗教團體 就可以判斷 就可以判斷說這個是不是真的宗教 或者說它是一種被利用的一種形態 反而加強人的現實的慾望 在這個某一個宗教的所謂宗教團體裡面 讓你現實的慾望可以得到實現 給你一些俘錄啊 給你什麼什麼具體的東西 讓你去實現 這就是宗教的這個變質 不是我們所謂真正的宗教 好 我們今天就上到這裡 我們今天就要來自應不知的 直接想想看 這個很明顯 今天就要來自動看 什麼事 我們身上的時間